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的名字张宏 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个无论长假还是短假 只要是一放假 就会有天价菜 宰客的这个新闻 前年是什么五台山的天价炖鸡 去年是著名的青岛天价大厦 今年春节轮到了哈尔滨天价鱼 这是一份叫黄鱼中段铁锅 要价多少呢 五千七百块钱 话说常州的游客陈妍发微博说 说2月9号的晚上呢 他们一行五家二十人 在哈尔滨旅游 被导游呢 带去一个叫北岸野生渔村的地方 这个现在有名了啊 这个地方吃饭 两桌被宰了一万多块钱 贵部说了 他们还乱写这个鱼的这个金两 明明是十斤四两 结账的时候说 这是十四斤四两 然后他们和电方理论 结果电方冲出一大帮人来 打我们来了 报警了以后呢 110说解决不了了 那我们带双方去索利去解决 先居了再说 然后他说我们害怕了 只能听从他们的 真憨心呢 到最后打了个折 然后把钱还是给了 这个路子也是差不多 去年大虾事件 好像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陈妍言呢 还发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呢 就结账的这个小票 时间呢 是2月9号晚上9点13 结账呢 这应付金额是 10302块钱 一共11个菜 一个果盘 三个酒水饮料 一个锅底 其中有三份铁锅炖鱼 最贵的就是刚才说的 叫黄鱼中段铁锅 这黄鱼大家不知道啊 黑龙江特产 是鱼子旁那边 加个皇帝的黄 单价这个铁锅啊 398块钱 数量是多少呢 是14.4斤 这价格算起来 刚才我说了 5731.2 事发以后呢 陈妍就对媒体说 说点菜的时候啊 他们把价格跟我们说了 我们没意见啊 这价格我们没没意见 同意 问题出在这个斤两上面 当时给我们两个人看的时候呢 说这个是10斤4两 一到结账的时候 14斤4两 相差1500多块钱 这个咱们点鱼的时候 都有这个经验 人拿上来说 这个鱼啊 两斤多啊 你看 行 好 然后过一会儿呢 一看结账的时候是三斤多 这个不行 但是你是不是那条鱼 这个你也不知道 在陈妍的这个博客后边呢 有网友感叹说 说哈尔滨的天价神鱼 一点都不输给去年的 38块钱的青岛大虾 这青岛大虾可著名了 而现代快报的报道 直接在标题上就写了 说一份鱼 5731.2元 秒杀青岛大虾 但这后边是个问号 现代快报呢 这个标题上打了一个问号 公众之所以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是因为痛恨商家宰客 而这个现代快报打上的这个问号 那大概意思就事情还没有完全闹清楚 公说公有理 婆说朋友里 所以别嚷嚷半天了 到最后闹了一个乌龙 这个事呢也不少见这几年啊 大家都不好意思 所以先打个问号再说 那这个市里边到底有多少个问号 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呢 首先就是定价权 大家知道咱们有价格法 价格法里边呢 只有两种价格 一种叫政府定价 比如说你家自来水 这是燃天然气 那是政府定价的啊 那没得说 还有一种就是市场价 就是自主定价 只有这两种 那我们吃饭啊 喝水啊 接受服务啊 基本上都是市场定价的 所以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就行 人家只要明码标价 告诉你 我这一只鸡 一条鱼 卖多少钱 卖两万块钱 那只要人家告诉你了 这个没办法 所以愿宰愿挨 这别人没有发言权 管不了 物价局也不管这个啊 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规定 说消费者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什么叫知情权呢 就是大概当地的市场价啊 我得知道 然后你这个 你得明码标价告诉我 据说当地呢 多家餐厅的这个黄鱼啊 每斤售价大概在80到100多块钱 多的也有三四百块钱的 所以消费者呢 首先你到一个地方啊 你得大概的事先做一下这个功课 这两天我也做了这个黄鱼的功课 好像确实是挺贵的 那没办法 如果人家店家事先我标明了价格 咱们刚才说了 这博主他也说 陈妍也说了 说他事先告诉我这价格了 所以消费者你也接受了 那法律就管不了 110也没用 那影响这个鱼的价格有哪些因素呢 大概有三个 一是什么鱼 黄鱼啊 那主产就在黑龙江水鱼 是大型的食肉性鱼类 寿命长 食量多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淡水鱼王 哎呀 这么一说 我也想去吃 因此这个黄鱼的价格 它和普通的这什么草鱼啊 鲤鱼呢 确实是不一样 另外呢 人工饲养和野生的黄鱼的价格 那当然也不一样啊 人家说是野生的 那当然就贵一些 第二呢 是吃鱼的环境 这个大饭店和小饭店 和路边摊 那当然也不一样 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三就是这个时间 二月九号 那是初二 服务员的工资 都是平常的三倍 所以这价格人家贵一点 你也说不出什么 就算人家没这些理由 人家就说我贵了 你也说不出什么 当然价格太高了 被人家背后戳几一两 说我以后不来了 这饭店太贵了 那也没办法 所以饭店的老板 一般来说 在这种充分竞争的情况下 他也不敢太离谱 太放肆 定太高 除去这定价权呢 这件事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是黄鱼的金两 陈妍说了 说我们每个人 我们看见的是十斤四两 怎么结账了 多了四斤呢 一下子被宰了上千块钱 在证实金两这一点上 那像陈妍这些消费者 那就处于下风了 制作使用之前 消费者没有这金两的证据 事后呢 又不能举证 虽然两个人说 说十斤四两的这个说法 但你是当事人 人家也不能说 那你说十斤四两 我还说本来一开始 就是十四斤呢 所以也不能当作证据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 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 但如何实现这个 这条鱼 就是你吃的这条鱼 三斤就是三斤 这个好像一直没法解决 只是个传说 那我们想象一下 比如说 一个特高尚政治的老板 他设计了一套这个程序 服务员 举来一条鱼 放在秤上 让陈妍们 让我们消费者看好了 说十四斤四两啊 五千七百三十一块二啊 咱们要不要用手机拍下来 拍完了以后 然后他得跟拍呢 到后厨去 看着我下锅 到最后上来的时候 就是这条鱼 这有点像 老人摔倒了 大家扶一下 然后呢 拍一下证据来 当然这个老板 就算他设计出这种程序来 他高尚正直 很和谐 但是这种老板有吗 真的没有 这件事还有几个问题 发生纠纷以后 饭店有没有使用暴力 威胁手段 来逼迫消费者就范 说你必须得掏钱 这个在咱们 很多的包括去年的 青岛的天价大虾事件当中 也有过 警方介入了 然后说你这个胁迫 我必须得掏钱 饭店方是这样说的 说陈妍打了服务员了 谁动手 谁就处一下风 那可能就涉嫌违反 所谓治安管理法 或者涉嫌犯有强迫交易罪 那谁打人都不对 此外呢 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当地的警方 到底有没有拉偏手 说解决不了 咱们先居了 先派出所待两天 那对消费者来说 尤其对外地游客来说 其实是一种威胁 说那我赶紧掏钱 要不然我居里边 就像去年青岛大虾事件一样 当地警方也有默许的嫌疑 当然呢 这一次哈尔滨事件 当地警方的处理 是不是规范 也应该是调查的内容之一 还有一件事 在北岸野生渔村的门口 有牌子上面写着 本店所有鱼类 全部产自松花江活鱼 还说呢 说因为稀有所以名贵 因为野生所以健康 哎问题来了 这些鱼 是不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 哎这两天 很多人又开始翻出来说 哎可能就是野生保护动物 那是不是能卖呢 如果他卖的黄鱼的品种 受国家保护 又是野生的 这可能就得追究店家的刑事责任 如果卖的这黄鱼 是人工养殖的 哎那可能不追究你刑事责任 但是你因为标注了前面说 我是野生的 在民事上 又涉嫌消费欺诈 所以这些都得等调查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是调查不调查了 反正这些都要说明白 都是问号 还有一件事 据陈言说他是通过常州当地的一家旅行社报的团 当天晚上呢 是导游带他们去吃鱼的 饭前呢 也是他微信转账给导游的手机里 然后导游付给饭店的 据导游和陈言的聊天记录显示 这导游呢承认说 饭店确实是有宰客行为 然后呢 我没有保护你们跑你们这些团员 这个导游还道了歉 表示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导游 你看做什么事都得谨慎 一不小心就惹上麻烦了 导游这个事也是需要调查的对象之一 这些事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事件一出 各路人马呢都在发生 有的呢谴责 有的说明解释 连饭店自己都开始发出视频 自我辩护 说结账的时候 我只收了7200啊 最后饭店老板和陈言 就和那博主啊 是勾肩搭配 亲如兄弟一样走出去的 有录像为证哦 而陈言的这个微博呢 很快就删了 说自己发帖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以后呢出游的时候要小心 也希望不良商家改变经营的方式 但自己呢不想过多的被打扰 所以呢就删了帖了 所以你看 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 陈言心里边也是有想法的 可能也有短处 总之呢 哎互联网确实是个好东西 虽然上面有虚假的信息 有骂骂咧咧 但总体来说 想掩盖事实更难了 因为真相更容易说清楚了 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了 这陈言那个提示倒是对的 就是再过节出门消费 一定要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无论是路边的小摊 还是饭馆 他们都有给自己产品和服务定价的权利 这也是一个企业基本的权利 你卖苹果手机 可以自己给定价 我卖鱼 也可以自己定价 明白了这一点 你才会小心行事 才不会依据所谓自己的常识 然后自己心里给定了个价 到头来 一看那么贵 心里落差太大 受不了 钱包也受不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红气点 明天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